警服務員在超商櫃台 拿著飲料等待結帳 沒想到下一秒 電源火氣實在很大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櫃台的時候結帳的時候 他問那個電源說 有沒有做優 然後電源回他說沒有 然後電源就說 你是不會自己參加上嗎 隨後電源疑似拍桌嗆客 還不斷用食指指顧客 整段結帳火爆場面 全被監視器拍下來 接著就罵他三字經 就是不爽可以檢舉我這樣子 根據了解 這間超商位於新竹 科學園區內 而當天的服務人員 是任職五個月的兼職店員 明明只是詢問飲料優惠 店員疑似丟筆還怒罵髒話 面對質疑超商簡短 做出回應 表示當天店員 並沒有罵三字經紀丟東西 同時間也沒有截錄錄影帶 第一時間就跟消費者致歉 也承諾未來會加強教育訓練 那電源家這邊後來有道歉嗎 沒有耶 對 因為我有寫一封信 到他們的7000的公司 然後他就回傳一封訊息 就是說在家常遭遇這樣宣導 就這樣而已 一通電話都沒有打 由於影片根本沒有對話記錄 無法判定對錯 知識兩方說法都不攏 但單就影片來說 店員大動作反應 卻是讓不少民眾觀感不佳 解觀照馬日文台北報導